顾小姐 你已经有三个月的深渊 一定要助你修养身体 顾安然 你竟敢害可 妈 别恨我妈 妈 我求你 我怀孕了 你也是做母亲的 你能不能为我想想 我们家司宴 怎么可能会碰你这种脏东西 说 你怀的到底是谁的业种 顾安然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我们家司宴 怎么可能会碰你这种脏东西 你怀孕了 你放开 你有什么资格推开我 傅司宴 就算我生下了你的孩子 你也不会爱他 我没有怀孕 我是骗妈妈的 好你个顾安然 会装可怜了是吧 你别这样 你有什么资格说不要 我们离婚吧 让我能保持痛感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离婚协议我都签好了 你当我傅司宴是什么 说离婚就离婚 说结婚就结婚 关然 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是否看过同样风景 像你一样的风景 嗯 真好看 爸 妈 离婚协议书 我已经签好了 麻烦你们之后 让思燕签一下吧 安然 拿着吧 不用了吧 你走之后 可儿会和思燕成婚 你就别回来了 拿着吧 现在我们别模糊的 谢谢爸 我有 是我们不留了残情的 你像拥有的海 最后的我们都埋怨 彼此的存在 话题也只剩下的不奈 顾安然 我不会顺你一千字的 为什么 跟我离婚了 你不就能光明正大地 和顾可儿在一起了吗 我的婚姻 凭什么听你一个人的说辞 我跟顾可儿 本来就是光明正大 你才是那个插足的贱人 放心 我以后不会打扰你们了 顾安然 我会让你跪下来求我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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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我儿子 这是高热精卷 需要马上治疗 好 我看谁敢救这个野种 今天没有我的允许 所有医院 不许接诊这个野种 是 傅思燕 我求您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救救我孩子 五年前你走得果断 现在怎么螺落成 这副不值钱的样子 那是因为五年前 顾家给我出国的钱 都让顾可儿 姐姐 你别急啊 好好和思燕说说 当年你伤了可儿一条腿 现在想求我救你野种儿子 就好好用你的腿 跪下来求我 我数到三 你若不跪 今天这个剑种必死 三 二 父上 我求你 救救我孩子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到底跟哪个狗男人生的儿子 值得你顾安然下跪求我 傅思燕 那是你的儿子 父上 你让我跪我也跪了 现在可以救我儿子了吗 妈妈 准备治疗 我会找人好好看管着她 只愿你 滚回傅家自己受罚 否则这个剑种活不到我一起 思燕哥哥 我今天不舒服 不想家里有人来打扰 乖 好好修演 嗯 寡人 当初把你的钱都拿走了 你怎么没死在外面 傅思燕走了 你连装都不装了是吗 我不管你回来什么目的 今天你去傅家 必须把婚给我离了 五年了 还没有签字谋 又是离婚协议 五年了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 你以为你像个老鼠一样 躲起来就可以一了白了吗 顾安然 你欠我的 可一点都没还 傅思燕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 那孩子哪来的 那孩子哪来的 怎么 怎么 不敢说 难怪当时火急火燎的跟我离婚 这孩子看起来也不小了吧 跑了之后生的吧 顾安然 爬上男人的床对你来说就这么随便吗 是 所以你就更没有必要跟我继续这个婚姻 顾安然 顾安然 你可真贱 嫁给我这三年 傅家供你吃供你穿给你傅太太的荣耀 加上你对可儿的伤害 这些算你欠我五百万 五百万 傅思燕 我已经不是顾家小姐了 五百万我一辈子都还不起 早上来傅家当保姆 可儿身体不好 需要人照顾 晚上吧 去夜京会陪酒 不出几个月就还清了 傅思燕 你要我去陪酒 这不就是你的特长吗 你不是要我放过你吗 还清债务立马离婚 若你不答应 我就对那个剑种下手 傅思燕 送我九年 能不能换一种风势 怎么 怕那个野种知道自己的妈是卖的 傅思燕 是不是想把我逼死才甘心 喂 陈医生 那个孩子 等等 傅思燕 你让我去陪酒 这不就是你的特长吗 我还是喜欢你听话的样子 今晚到夜京会报到 明天那个野种就能出院了 还有 就算你今晚喝上一个死人 明天早上八点 准时 来当保姆 傅思燕 能不能再轻易 安然 今天的客人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好好招待 知道吗 走吧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啊 让您久等了 安然 傅少 你点的人 我可是给您带来了 难得看傅少今晚这么有兴致 不如 我再给您找几个姑娘过来 不用了 出去 啊 那助傅少玩得开心 安然 好好陪傅少 那我先出去了 没想到这一身 挺适合你 怎么 第一天出来不懂得卖 你不是挺有经验的吗 别用这个眼神看 你是出来卖的 不是装纯的 你是出来卖的 不是装纯的 等等 扶手 是不是你一身边 多了一个他 是不是我能给的 还是不够多 你要什么 曾经 你说看星空 还若不如看我的眼眸 用尽每分每秒在身旁 为我停留 这就对了 喝完它 喝完它 今晚就不用陪我 一句只刻在我心头 换来了 忘不掉的痛 曾经 你说那段风 那阴多都不见 你宁愿把自己喝死 都不愿意陪我是吧 顾小姐 顾小姐 是那个女人吗 长得不错的 顾小姐 顾小姐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让这个骚祸 予嫌予死的 是啊 那我们现在可以过去了吗 去吧 好好享受你们的夜晚 走走走走 你们想干嘛 过来吧你 不许动 走 你干嘛 别动 放开我 不安然 你惹谁不好 偏要惹我 这就是你惹我的代价 那边 小妹妹 长得正不正点 来 跟你个人爽一爽 他妈的疼死老子了 干死他 你 你叫你 打死你 暈了 下起来 住手 有人 快跑 等一道 防线 看见某年某月 我们之间曾经说过的语言 就让他带走 你的那瞬间成为我们的经验 关燃 关燃 你给我听好了 我不许你死 关燃 你用你一寸 有一寸 这我的心关转 又一番又一番 怕出来一半 让我能保持 从高 我要是希望你 放过我太死 欠我的都没还 你敢这样窝囊的死去 我就让那个小姐 如与你陪葬 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 我就要废在你们医院 是 喂 立刻去查叶金会后门的视频 是 那女人是傅少的什么人 傅少竟然一直守在抢救什么 听说 是那个跑了的傅太太 是她 真是好不要脸的 先是霸占别人身份 不许你说我妈咪坏话 不许你说我妈咪坏话 快走 谁让你出爱吧 妈咪坏 你对我妈咪怎么了 小兔崽子 我是在救她 他们说我的妈咪 是你的太太 是真的吗 你认为呢 假的 你对她一点都不好 你昨天才欺负她 我警告你 你再伤害我妈咪 我就 这小子 和我小时候那么像 你妈咪这五年 男人不少吧 我妈咪那么漂亮 喜欢她的人都排一场队 不过我妈咪眼光高 一般的男人她看不上 看来就算一无所有 也改变不了她攀龙夫妇的心 你不许说我妈咪坏话 那你告诉我 你爸爸是谁 告诉我你爸爸是谁 妈咪 妈咪你怎么回事 顾小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妈咪 快醒醒 哎 哎 父少 对不起 饶命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出来的 我先把她抱着 没事 让她陪着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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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少 人我给你带来了 嗯 把人带起来 你 怎么 妈咪 还要等我问你吗 那父少 都是我们一时检测起义 撕懒毛天 饶饶我们吧 是啊是啊 是啊 你 去 帮帮你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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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去扯没了 快说啊 你怎么还不说啊 父少 我没有知道她是您的女人 打死我们 我们也不敢碰啊 父少 带下去 去 走 快点 放给我 饶饶啊 我 我 父少 父少 我说 我说 我全找 都是 都是顾可儿 是顾可儿 都是顾可儿的臭婊子 他支持我们的父少 饶了我们吧 父少 你 妈咪 妈咪 你醒了 妈咪 城城 城城 身体还难受吗 妈咪 你别担心 城城 我已经好了 妈咪你还疼不疼 不疼了 是不是那个大坏蛋打你的 不是 是他救了妈咪 妈咪放心 等城城长大了 一定不会让任何坏蛋欺负你 是 父少 老夫人去医院了 处理干净 是 父少 父少饶了我们吧 带走 饶了我们吧 父少 贱蹄子 你还敢回来 怎么 装可怜是你勾引四眼的新把线 老夫婆 离我妈远一点 呀 顾安然 你都有孩子了 你还有脸回来 我看你就应该跟你这个贱重儿子 统统死外面去 要我走可以 有本事 你就让你儿子签字 还是说 五年了 你都说不动的 只好从我这下手 顾安然 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没有顶撞您的意思 我只是不知道 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为什么要要自降身份 跑到我面前 气得如此是态劳 你这个贱人 楼国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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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老这么骄傲 对你影响不好吧 四眼 我最后再说一次 你今天必须跟他断干净 取可儿为妻 我们都满怨彼此 我也最后跟您说一次 不要再来找他麻烦了 我也最后跟您说一次 不要再来找他麻烦了 你 给我出来 四眼你过来 四眼啊 你真是糊涂 以前那么讨厌那个贱人 怎么现在就是看不清啊 妈 那个女人脏了我们傅家三年 我要让她尽数偿还 求着我 在风光迎去可儿 你真是这么想的 那你自己看着办法 别拖太久了 知道了 那个小野种呢 承承害怕 我让护士带他去买枝灯 疼吗 这是你应得的 不管怎么说 还是谢谢你 救了我 这就感动了 顾安人 如果这是你勾引男人的新把戏 还算成功 如果这是你勾引男人的新把戏 还算成功 亲一下就进入状态了 不愧是出来卖的 你一定要这么顺劳 胆子大了 敢顶嘴了 亲你一下 救你一命 就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怎么还是原先那个不值钱的样子 我没有 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幻想 能和你有什么未来 够了 要不是怕你死在会所 砸了我们夜经会的招牌 我还真想看看那些蛆虫 是怎么弯弄你的 对了 至于我妈 有你那个疯儿子在那鬼叫 会影响他的名声 父上 你放心 我再也不会对你抱有任何幻想 那太好了 明天就给我出院 回父家当保姆 别忘了你的五百万 哇妈妈这房子好大 成成妈妈叮嘱过你什么爱记的吗 妈咪是来打工挣钱的 所以成成不能乱说话 不能乱捣乱 成成 那我对不起你 明明你才是这里的小少女 还要让你跟我说话 站住 哪儿的土包子 我是来这儿做保姆的 前两天刚来过 听说夫人来过 没听说过像你这样的相伴了 快滚 父家招庸人 都是顾小姐亲自招的 别再招摇撞骗了 我就是你说的夫人 什么 哪儿来的神经病 一大早就在这座白日梦 我家夫人哪有像你这样了 丢人现眼的顽影 放肆 夫少 陈助理 哪儿来的胆子这样和太太说话 蠢货 夫人 你对不起 我有眼无助 你就放过我吧 夫少 求你饶过我 没事 顾家夫人只有顾可儿 你认她一个就行 她不过就是个普通的保姆 有什么身份 都是捡来的 刚来就勾引人呀 那还请夫少 不要跟一个保姆有肢体接触 免了伞了你的手 太太 你也不要怪夫少 她也就一时赌气 没事的 陈助理 她说的对 你以后也不用对我这么客气 我已经不是夫人了 程程 走 我记得我们协议上没有说明 可以私带家属上班 那个 夫少 程程还小 我们住的地下室 留她一个人不太安全 我可以把她放在杂物间 她自己玩 不会打扰到你们 你们 住地下室 还真是见不得光的老鼠 去把午饭做了 别来吵我 妈妈 叔叔好凶啊 别乱说话 夫少 这是您要的文件 对了 夫少 顾小姐已经到门口了 顾安然 应该午饭做好了吧 太太已经备好餐 在等您了 陈助理 我说了 只认顾可而为太太 可是你也知道 那些都是顾小姐 陈助理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指使我 对了 我们地下室 我们地下室 能住人吗 四燕 快来尝尝我做的去 四燕 姐姐 你怎么来了 四燕呢 牧尔 牧尚 有点 你怎么能干这种粗活呢 四皮赖脸呆在父亲 到底想干嘛 这要问问你的卫婚夫了 为什么迟迟不跟我离婚 你 可儿 四燕 何必跟一个保姆浪费时间 走 去吃饭 还不过来 伺候未来少奶奶 四燕哥哥 汤已经做好了 你不是最爱吃续席的吗 快 好 尝尝 新来的阿姨做的菜 姐姐 虽然你已经不是傅家的人了 但是还是坐下来 和我们一起吃吧 可儿 傅家哪有下人上桌的道理 说的也是 四燕 有香菜 顾小姐不识香菜 这点功课都不做的吗 对不起 我现在就撤掉好了 不用 你 五秒吃完这盘菜 不要浪费粮食 我让你用筷子了吗 用手 我不吃了 还有工作 晚上拿影书去吃 四燕 如果不想让我在这儿强盛 你就别动 你就不怕顾可儿看到吗 你是傅太太 怎么弄得好像跟我在偷情一样 顾安然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副被人随意欺辱的蠢货 我作为一个下人 不就应该这样吗 那天那三个人 是顾可儿教 你应该知道吧 你都知道 你知道了 居然在我面前 和他那么恩爱 别动 不然后果自负 四燕哥哥 我来了 滚出去 四燕哥哥 怎么了 没事 你去忙吧 小飞机 成正 妈咪 好香啊 妈咪 今天大坏蛋有欺负你吗 没有 要是大坏蛋 敢欺负你 我们就换个地方挣钱 好 呀呀呀 这是什么 其乐融融的景象 呀呀呀 这是什么 其乐融融的景象 顾安然 我早就想问你了 当初我可是把你的钱 都掏空了 你是怎么生下 这个小贱种的 是不是去外面 找哪个野男人 给你垫的钱呀 顾可儿 我从来不欠你的 你对我怎么样 没关系 但是你要是敢 对我儿子下手 我绝对 就怎样 顾安然 就凭你现在这副样子 你还能拿我怎么样 顾可儿 你知道傅思彦 为什么不娶你吗 你真当他傻呀 被你的表面现象 骗了这么多年 你 你还敢跟我提思彦 就凭你这个贱货 思彦绝对不可能喜欢你 他这辈子 只可能和我在一起 丑八卦 你别让你打我妈咪的 你 成长 你敢打我 思彦 顾安然 管好你这剑种儿子 顾安然 管好你这剑种儿子 那五百万 我会另外想办法还你的 我不喷你魔了 你最好今晚准时出现在我的地盘 不然我就让你儿子 看看你在后门前的样子 大坏蛋 你不要拿我威胁我妈咪 哦 还是说你想看 傅思彦 你最好今晚准时出现在我的地盘 不然我就让你儿子 我知道了 今天是诚诚不对 不该骂顾小琴 下次不会了 这就对了 做这种工作就该有这种工作的自己 说不定了 你以后还要养活着进场 爸爸 嘿 我没有爸爸 你们总是冤枉我妈妈 妈妈根本没有给我找爸爸 四燕哥哥我好热 四燕 我从高中就喜欢你 那时候的你天真善良 像天使一样 反倒那个顾安然 娇蛮任性 让人吵闹 四燕 我从来没变过 四燕 乖 今天我累了 我让陈助理送你回去 傅思彦 我们还没结婚 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谁不知道我就是未来的傅太太 要不是你一直不和郭安然离婚 我 够了 要不是你一直不和郭安然离婚 我 够了 再说了 当初你和郭安然发生关系之后才结的婚 为什么他能得到你我却不能 你不是一直只爱我一个吗 我说够了 你从来不会这样跟我讲话 有时候 我真的很想假装 你还是原来的那不样子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以后 找人做事处理得干净点 如果你还想做傅太太 就不要老人口舌 你都知道了 可是我只是想给郭安然一个教训 这些年他是怎么对我的 你不知道吗 哼 我跟他一起生活了三年 他会做什么 不会做什么 我比你更清楚 我一直认为 你是被爱情一时蒙蔽的双眼 希望真的如此 陈助理 送顾小姐回去 思彦 我去那会做 我去那会做 身子都好了 干我们这行的 就连外面的流氓都觉得紧 要懂得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知道吗 这个你拿着 有时间涂一下 好的快 谢谢你快别谢我了 你可是傅少推荐过来的人 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可担待不起 对了 听说 你还有个儿子 那你这么晚出来 儿子爸爸待 我们家单亲 他自己在家 放心吧 今天的客人 只看你喝酒 不为难你 小飞也能给你补上 真的谢谢你 没事 快去吧 干杯 干杯 那小姑娘什么时候过来 我们的姑娘呢 来了 哥 小宝贝 来坐 来来来 你会喝酒吗 会 来 跟哥哥喝一个 陪我们王老板好好喝一个 把我们王老板陪好啊 来 你给我敬礼 好酒量 好酒量 好 赶快 继续 今天晚上的客人你们几个给我赔好了 官姐我有奖励 好 谢谢官姐 有钱赚还有奖励 你 谁啊 这么不张眼 父上 父上好 父上 既然来了 就去我办公室坐坐 不用 开个包厢 得嘞 您的专属包厢 一直给您留着呢 叫那个郭安然过来陪我 怎么了 安然他正陪客人呢 好酒量 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再陪我喝一杯 再喝一杯 哥 我实在喝不了了 这些钱多不够 喝一个 喝一个 干一个 好 来 干 只要签到位 杀都会 来来来来来 爽 你们这些出来卖的 就是爽快 对 给点钱 就是给我喝的尽兴 好 开心就好 好 好的很 那个 那个 王总 我出几堂 那就 来 我们继续啊 来 王总 敬你一杯 来 来来来 多快高兴点啊 来小姑娘 让你去哪儿 顾安然 我真没想到这才多长时间 你就这么适应了 就为了这点钱 既然这是我的工作 多少钱都是我应得的 不然我怎么还你 顾安然 你就这么想出来卖啊 你放手 当初是你让我出来工作的 现在你又在不高兴什么 我没有不高兴 如果我的员工 都像你这么卖力的话 我可开心了 你什么意思 买你现在够不够 对不起 都出来当小姐了 还分什么高低贵技术 你以为光靠陪酒 就能赚够五百万 你以为光靠陪酒 就能赚够五百万 副手 我今天真的累了 找别人吧 我在进行合理的夫妻生活 你要我找谁呀 副手 滚出去 喂 是可儿小姐吗 我刚刚在卫生间 看到副手跟顾安然 他们竟然在做那种事 你说的是真的 嗯 是真的 好 傅思严 你不肯碰我 却去晦缩找那个贱人 你们好好替我的去做 想让顾安然认清楚 谁是主人谁是狗 刚刚蓉蓉看到你 你就不怕 她出去告诉别人 我都花钱了 当然要把福享受完了 你就不怕 顾可儿知道吗 顾安然 看来你还是不懂这儿的规矩 客人的隐私不要打听 很扫兴 你不是嫌我这么 嫌啊 不过在那方面 挺合我胃口 回去洗干净再买 还有 你知道吗 你回来后这副可怜的那样 怎么勾扰 福西 我请你不要吃 你还会在那儿求我 时间怎么就走到了晚霞 我们下车说没有办法 脚筹发败的不会轻弱 晨晨 晨晨你在那儿忙 回家了晨晨 晨晨 晨晨你别跟妈妈玩了 你这是去哪儿玩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小姐 你有没有看见我们家孩子 那个 我有钱交房租了 我现在就可以交 麻烦你 帮我报个警 求求你了 你儿子 早就去当小少爷了 顾小姐 想不到 你还是大户人家的太太呢 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吗 刚才 来了个姓傅的帅哥 带了一群人 把你家小孩带走了 说你是他太太 还给了我双倍房租 福西 哎呀 姑小姐 你就不要和你老公置气了 我是不会告诉别人 你离家出走的 你还会再来求我的 怎么 晚上刚完事 又想要了 傅思燕 傅首 我求你 你不要对承承下手 他才五岁 他什么都不懂 我是有多可怕 这么折辱自己 顾安然 我是魔鬼吗 傅思燕 如果你觉得我破坏了你的人生 你怎么罚我都行 可是 我求你 承承他身体不合 他真的会害怕 我为什么要对一个 连爹都不知道的建筑下手 我早把他扔了 傅政 傅政你在哪儿 别跟妈妈玩了 傅政 傅政 没有 你有没有看到 没有 扶女人走开 傅政 我们跟了一路了 天气这么高 我们要不要让夫人 傅政 那个孩子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骗夫人啊 我也要让她体验一下 群众的滋味 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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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妈咪玩了 傅政 傅政 妈咪妈咪快醒醒 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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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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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妈咪别怕 傅政 没事 大坏蛋抱着妈咪的时候 傅政才担心呢 大坏蛋 这里 师傅家地下室改造的 大坏蛋说 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 是 怎么样 还满意吗 我不懂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想软禁我们吗 你是想软禁我们吗 我这是为你保险 傅家戒备森林 你出去上夜班的时候 才能保证这小工 可不出去乱养生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怎么 不愿意住也没关系 反正外面也不会有人去收你 你知道 我受不了别人拒绝 多谢夫生好与周全 这儿的房租好 我公安是交付他 每周日 用你的身子来交我 顾安然 送你个人 顾安然 我们好像还没有好好认识过吧 容容 还有客人在等我呢 臭婊子 你是在跟我显摆什么忙 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你 你最好清楚 夫生爱的可是我们可儿小姐 他对你这种贱惑 也就图个新鲜吧 你最好清楚 夫生爱的可是我们可儿小姐 他对你这种贱惑 也就图个新鲜吧 既然如此 那顾小姐更没有必要 找你们来 喝我一个陪酒的礼物 这未免也太掉价了吧 你 你还敢动我 臭婊子 你竟然敢反抗 你凭什么打我 我没有对不起你们任何人 还敢嘴硬 都给我上 你们在犹豫什么 这要是 傅少知道了 可儿小姐才是我们傅少的心上人 打残一个这样的贱惑 没人在乎的 再说了 你们拿了那么多钱 还不办事 古哥 你的手段还是这么临闹 上啊 快点 是 臭婊子 臭婊子 贱货 敢勾引副手 臭婊子 对着镜头说 顾小姐对不起 我是个贱人 我再也不勾引副手了 说完就能放你走 说 快说 贱户 臭不要脸的 都是出来卖的 还装什么清高 垃圾玩意儿 别打了 这样下去会死人的 没人疼没人爱的贱惑 还有个小野种 迟早一起下地狱 别动我儿子 住手 住手 安然 顾安然 真有你的 公益男人还真有一套 看来刚刚这劲儿 没有使完呀 还有力气 闭嘴 你这个贱人 你 住手 关键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 您第一次来 就让您糟心了 下次您来啊 我送您酒 贵所的风气 也该好好管一下了吧 回去好好养伤 养好了再来上班 你 关键 你们真的以为傅少 只是对他玩玩而已吗 傅少什么时候 看得上我们这种女人了 关键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她可是离家出走的 傅太太 你们就祈祷 傅少不追究你们吧 陈柱林 你这个王八蛋 你怎么才告诉我 这下我可不好交差 来慢点 阿风 真的谢谢你 早知道你搬出去 会受这种罪 当时说什么我也不会同意 你为什么不联系我 我们 借助在你们那儿 已经一年多了 怎么好意思再麻烦了我 我说了不是借助 甚至希望 希望你能一直住着 阿风 你是年轻有为的律师 以后前途无量 我离开你 也是希望你以后不要把时间 浪费在我这样的人身上 安然 今天真的谢谢你 以后 欢迎你来会所啊 安然 我改天去看你 我改天去看你 顾安然 别回头 你不配这个男人的生气 今天这么热 穿这么多干嘛 现任服装呢 那个 我体安 怕冷 你要是没什么吩咐 我先去忙了 把衣服脱掉 我还有别的工作 把衣服脱掉 谁干的 我自己摔倒 谢谢关心 今天准你休息 回去吧 休息好了再回来 毕竟这样也不好看 等你休息好了 我再去会所找你 那 我能请富少以后 不要再来会所找我了吗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实在承受不弃 富少的态爱 我可以被打死 但是诚诚不能没有妈妈 你放心 以后我会好好工作 就不劳烦你亲自监督 现在知道 被我青睐是多痛苦 当初怎么那么勇敢呢 当初是我年少无耻 告辜了自己 我是会走老板 你没资格拒绝 被打死也是你活该 富四眼 你真的是个魔鬼 富少好 富少好 你们陪我的陈助理 好好玩一玩 他比较害羞 老板 陈助理 来来来 我给你倒一杯 来 富少今天怎么想到来找我呀 上次玩女人看你还不错 想换你玩玩 来 来 来 关闻姐就会吓唬人 孤祥姐说的没错 富夫人又怎么了 就是疼落胖的狗吧 喝一杯 富少放心 我一定会陪你玩得尽兴的 好 来来来 再喝一杯 再喝一杯吧 再来一杯 来 继续 富少 人家再喝就冲不住了 那应该没力气叫了吧 陈助理 那应该没力气叫了吧 陈助理 把人带进来吧 富少你这是 进来吧 拉出去 过来 富少 富少 下次这种活就别找我了呗 富少 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我还能继续陪您再喝 我刚开玩笑的 你没有过安然 能让我高兴 他人呢 叫他过来 哦对了 受伤了是吧 富少饶命 富少饶命 这都是荣荣让我干的 最后那几脚 也是荣荣她自己踹的 对对对 我们三个都留了余地 是荣荣 荣荣说 打死也没人找到 我分 住口 明明你们打完的时候 人就已经起不来了 哪能全怪我 富少 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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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双倍 三倍四倍 奔还 喂 关姐 他们 真的死了 听说他们四个在野外 没了腿满地的吧 最后因为失血过度而死的 估计 是遇到野兽了吧 怎么会这样 你说 会不会是富少为了你 不可能 他不会为我做任何事 他们 应该是最有赢得 好吧 总而言之 这以后没人能欺负得了你了 你今天就回来吧 好 谢谢关姐 傅思言 会是你吗 今天的这个客人啊 应该是很好伺候的 你伤美好痊愈 不用太担心 谢谢关姐 你也不用谢我 也不是我推的 是那位客人点你的 我害怕沉默就找话题 安然 阿峰 安然 你的伤好了吗 放心吧 没事 自从上次来找你 这也是我第二次来这里 我应该怎么做 会让你赚得更多一些 多点酒 给小飞 阿峰 你要是给我亲 我就真诚陪你的小姐了 那 我点贵的酒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怕你受伤害 我怕你受伤害 不管怎么样 点了就不要浪费 喝完这鞋 你就赶紧走吧 我怕你受伤害 你üf 我怕你 你怕你吃你的 你怕你吃我的 我怕你吃你吃呀 二人 我真的好想你 顾安山 还知道疼啊 在外面差点被打死 狗野男人越来越上报 这不应该就是我的工作吗 他是谁 他不是会所的客人 那个野种是不是跟这个狗男人生的 我遇到人太多了 不知道是不是 你终于承认了 这五年在外面搞得开心了 还好扶哨光红大量 都这样了 还不肯跟我离婚 你少激我 顾安然 现在这个狗男人这么痴情地找上门来 我身为丈母 就该打打打 你不许动他 是我喜欢的勾引他的 我甚至还求他来会所给我增添业务 是我剑 跟他没关系 好 那你表演给我看看 你是怎么够我的 妈咪你回来了 跟我回去睡觉 妈咪你回来了 跟我回去睡觉 大坏蛋 你对我妈妈在做什么 小杂种 陆亭枫你认识吗 妈咪 陆叔叔来接我们回家吗 不是的 是我勾引他的 好 妈咪 你不是要证明吗 怎么勾引他的就怎么表演给我看 否则后果自负 来啊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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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kkkä 妈咪 过 gamma 我是吗 グッ 口 我们不 kidney 走 是我们不得了曾经历 多希望这时候 她的温柔是真的 傅思妍 你竟然发那么大脾气 去处理他们 不行 我真的下去 我还怎么成为 荣华富贵的富太太 顾安然 这是你逼我的 顾安然 这是你逼我的 河儿 妈 跟你说个秘密呗 你说 安然在会所当陪酒小姐 放肆 她怎么说也是某顾家的养女 居然在外面做这种丢人现眼的工作 这要是传出去 我们的脸往哪搁呀 就是说呀 而且五年前 我们不是已经给足了她生活费吗 我原以为 她只是被我们养的 交纵了些 没想到自己出去生活 居然不愿意用双手去挣钱 去做小姐 用身体 妈 您先别急 姐姐一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我也是才听说 她好像生了个孩子 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应该也是挺辛苦的吧 她有孩子了 哎呀 没有妈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你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可儿啊 你真的就是太善良了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替安然着想 妈这些年 真的是太亏欠你了 我明天就去会所 我知道你心疼你姐 但是那个地方 是傅司宴的地盘 你就不要去了 好妈 你千万别生气 别气坏了身体 这次 让你哭着来求我 哼 妈咪 这相片里的爷爷奶奶是谁 他们呀 是这个世界上 曾经最疼爱我的人 为什么现在就不疼爱了呢 他们都不知道 你是最辛苦的吗 因为他们认错人了 妈咪啊 只是一个替代品 等时间到了 就要离开了 可晨晨不了解 他们对你的爱是假的吗 是啊 会是假的吗 爸 妈 我好想你们 你好 你点的酒 妈 妈 听我解释 不笑 你真的不笑 你别打了 不笑啊 怎么对得起 顾家你说呀 啊 妈 怎么对得起 顾家你说呀 妈 真的好痛 妈 原来是这样 傻孩子 你钱被抢了 怎么不回来找我们呢 妈 我都已经麻烦了你们这么多年了 怎么好意思 那时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突然和可儿相认 我们又亏欠他那么多 就只能委屈你 先出去避避风头 没有真的和你断绝一切关系啊 没事的妈 我都过去了 这个傅思燕也真是的 他不喜欢你 为什么要拿五百万来威胁你 不跟你离婚呢 他不喜欢你 为什么要拿五百万来威胁你 不跟你离婚呢 安然 妈这里有些钱 你先拿着 早点去还清 不用了吗 拿着 你在这里工作 传出去 对顾家和傅家都不太好 而且 思燕和可儿 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还在她的会所里工作 不太合适 妈 你放心 我跟傅思燕之间没有感情 她只是恨我 散完气就好了 工作的事 我会单独找她谈的 不会影响到你的女儿 安然 我和你爸都很疼你 但是有些东西 你是该还给可儿的 知道了 妈 我还有事先走了 有空联系 可儿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担心妈妈被气化身子 来接您回家 安然要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 姐姐那边怎么说 没气着您打 没有 是我误会她了 我们当初给她的钱 早就被抢光了 这五年 她过得也不容易 我刚才要给她卡 让她拿去用 她竟然不要 这短短五年 变化这么大 妈 可儿啊 她之所以给傅思燕打工 是因为思燕逼迫她偿还五百万 还完了 她自然就离婚了 至于这份工作 她自己说会去找思燕谈的 你就放宽心吧 五百万 傅思燕这是不想让这婊子走 有什么话就说 别畏畏缩缩的到我胃壳 那个 昨天我妈来会所找我了 我是说顾夫人 哦 怎么样 有没有好好续旧 关心下你的工作 傅思燕 我能不能换一份工作 我以为你妈来了会知道羞耻 没想到还这么不知廉耻 为了这个狗男人和我作对 怎么 他能帮你还五百万 不是的 我跟阿峰不是那种关系 够了 别一口一个阿峰阿峰的恶心我 顾安然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晨晨 妈妈可能不能一直陪着你 不会怪妈咪吧 晨晨知道 妈咪是一直在保护晨晨 所以需要不停地上班 妈咪最辛苦了 妈咪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晨晨乖 等妈咪挣够了钱 我们就买一栋小房子 到时候再送晨晨去上学好不好 好呀好呀 学校里一定有很多小朋友 安然 你和思燕谈得怎么样了 妈给你误色了一个不错的工作 和几个优秀的男孩 明天出来聊聊 妈 我不顺你们的心 和傅思燕杀了我 你们学哪一个 什么 安然 你就出来 晨晨 一个人在家要听话 嗯 妈妈走了 妈妈再见 安然 我好吧 你再也不愿意见我 安然 我好怕你再也不想见我了 阿峰 我这几天不方便接电话 是因为扶司宴吗 你知道了 对不起 那天我喝多了 不然说什么都不可能让他把你带走的 无论如何 他是我丈夫 我应该跟他走 哪个男人会让自己的妻子去自己的会所做这种工作 安然 你跟我走吧 我能养活你和承承 给你们一个家 我说过 只要你想起诉他 我帮你打官司 要走到这一步 司宴 是不是要这样 你就会签字 从此一笔两框 附加实力雄厚 你真的可以吗 你想看谁呢 我可是有名的青年律师 就没施过手 怕是要让你们失望 顾安然 律师 离婚 你每天跟这个狗男人算计这些 不是 我们刚刚只是开玩笑 不是玩笑 傅思念 你既然心中有了别人 为什么不放过他 你应该问问他 当初为什么那么喜欢我 逼我结婚 等一下 陆先生 难道法律没有教你不要插手别人的夫妻生活吗 我的忍耐要到极限了 你知道那三个女人的下场 阿峰 你让开 安然 你别被他威胁 我一定能帮你打赢离婚官司的 你拿什么跟傅少兵 我刚才迎合你 只不过是我的工作罢了 安然 这都是假话 你不能跟他走 阿峰 这一年来 谢谢你的帮助 我很感激 但是我从事之中 只爱付思念一个 阿峰 阿峰 我的所有都属于他 你只不过 是我利用 来度过困难时期的工具而已 不可能 不可能 这都是假的 你不是那种人 我就是 要不这样吧 我在这工作 是因为我有五百万的欠款 但是傅少能帮我出 你能吗 我能 我哪怕去借 你少做梦啊 哪个冤大头 我给你五百万 这一巴掌是为了让你看明白 你们之间的差距 是你永远给不了我的 对不起 我不能再连累你了 没想到那个狗男人 对你挺痴情 傅思念 我刚刚说的都不是真的 以前喜欢你 但是以后不会 还完五百万 我们一扁两宽 一扁两宽 郭安然 你当真以为我放不下你了 还以后不会喜欢我 谁要你这肮脏廉价的喜欢 郭安然 原本还想包养一下你 既然这样 我就帮帮你 给你安排一些厉害的客人 你要做什么 明天准时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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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期待 她到底有什么想要对我做什么 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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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原来是姐姐呀 可惜了 我带来的酒 可是你在这擦一辈子地都买不起的 哎 不然这样 你不是很会陪酒吗 让你沾沾光 坐下来陪我喝几杯呀 好 不过 不过顾小姐 我们陪酒是要给钱的 何况现在不是我的上班时间 怎么着 你得额外收费吧 郭安然 你是真不要脸 给你就是了 够不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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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请吧 顾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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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你 顾安然 你平时在会所工作 就是坐着给人家陪酒啊 那你想怎么样 不如我看 还是跪下吧 现在你没了吗 这是附加项目 得加钱 顾安然 我不和你这个贱货白白浪费时间了 你现在把它全喝光 我一辈子都买不起的酒 怎么好意思给您全喝光 喝光它 我把这些钱就都给你了 喝光它 我把这些钱就都给你了 可顾安然 我没想到你会为了钱下走到这个地步 喝完它 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能不能再听一听 听你的声音 够了 你要是死在这儿 四眼会嫌晦气 给你就是 自己捡 顾小姐出手过手 下次有这样的好事 你带着我 是海洋的岛街 等等 五年前 你抢我钱的账 要另算 疯子 福尚 好久不见呀福尚 您太久没来了 福尚真坏 一点都不知道想人家 福尚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别急 你客人来了 福尚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庄哥 福尚好久不见 庄哥 就他陪你了 还是福尚了解我的亲思 啊 夜经会所 居然有这么漂亮的小美人 哥 哥 来 我们来喝酒 喝酒 喝酒多无聊啊 还赚着少 给你一百万 跟哥哥直接回去睡觉吧 想要多少 哥哥我给你 哥 睡觉的话恐怕不行 来 我陪你喝酒 到现在还没有哪个妞敢拒绝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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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夜的马我最喜欢 放开 庄哥 如果你要在这给我演火春宫的话 我可交走了 福尚 你看 我一直忙事务 好久没有见到美女了 这样 我多陪你喝几杯 我就先把这个妞儿带走 哼 求我 他竟然宁愿跟别人睡也不跟我服软 滚 福尚 我们要不要跟过去 还想跑 啊 臭婊子 给你一张卡还不知足是吧 那一会儿完事 我再给你加一张 啊 啊 专哥 专哥 专哥我求你 我不卖 多少钱我都不卖 我请你放过我 你是不跟我在这装目作样的 像你这种女人 我最清楚了 想尽一切办法加钱是吧 行 啊 啊 啊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啊 专哥 我生过了 生过了呀 那你还他妈好意思要钱 屁 真会气 既然我不符合专哥的要求 那我就先走了 别急啊 专哥找女人 不一定是为了上啊 什么意思啊 专哥找女人 不一定是为了上啊 什么意思啊 还需要多久 开快点 啊 怎么了 不说 车换了 估计一水万会儿 逃不了了 我下去看看 怎么这个时候车换了呀 不说 那个新装的走东西 可是又打小姐进去过 咱们太太会不会 闭嘴 跑过去大概多久 大概十分钟左右 父少 顾安然 我还没有这么够吗 你不能死 想不到身板这么小 还挺能折腾 打了一晚上 又怎么样了 累死老子了 不过老子还没尽兴 你住手 住手 父少 父少 你怎么了 混账 安然 愣着干嘛 还不掉进护策 是 父少 他就是一个小姐 你给我发这么大的火 给我点面子吧 这个事咱就过去了 不过老子 不过老子 叫你一声歌 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他要有什么意外 我要你全家陪葬 这边快 你把他拉出去 只是该如何忘记 你的名字 你把他拉出去 断了他手脚去喂狗 都伤成这样 你还笑得出来 傅思燕 这是我第二次经验 草草 可以得多少钱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钱 冠然 傅思燕 冠然 我记得你 我不许你有事 你不许死 你重重拜托你 你敢送我 把你儿子丢出去 你听到没有 家属这种人 家属这种人 像个字 不凉厉的服务 多少 万不成 轻帮提名的是你 命不是财神到时 都不得决定 那么任性 我吹过你水过的晚风 那我们算不算相拥 可如梦初心般的难受空空 心也可恶 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 思燕 好干吗 你怎么可以行动 你对得及可 想绕了雪沙流 才错回时空 初无时空 不可以 不满足你的好意 不能这么厚脸皮 傻傻看你 还是想要更靠近 只怕再靠近 怎么了 你这是被下药了吗 不可以 纠缠着你的身影 不能再让你为我担心 假如今 多么想要告诉你 不再有我的位置 傅思燕 你这个王八蛋 我就不应该让安然跟着你回来 你只会害他 我等了他五年 我错了 等了五年 就便便家里折磨他 让他生不如死 你知道吗 傅思燕 安然为什么离开你 你应该去问问你那个想好的 你们在一起三年 怎么对得安然 现在跟我装情重 你也配他的 打我 继续打我 往这打 我没时间跟你浪费工夫 晨晨在那 我接着回家 安然已经拜托我照顾了 不劳你费心 谁是病人大主 我是 我是她丈夫 手术已经结束了 但是现在病人 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 现在还要 去SU进行观察 这是病尾通知书 你看一下 看一下 滚 他醒来一定不想见到你 我不会怪你 灰色的背后 福少 您吃点东西吧 从昨晚到现在 您不吃不喝 身体怎么瘦得了啊 怎么了 站着看我笑话 自己把人送进来 ICU 还茶饭不思 福少 您这次确实过了 你明明那么爱她 谁说我爱她 福少 要不是高中的时候 顾可儿顾小姐救了你一命 你还会这么坚持要娶她吗 我答应过她 她想要的我都会 可我们太太又做错什么了 你明明你也心动了 行啊 真是跟我久的你无法无天了 自以为了解我的事吗 出去 不许看我 出去 长这么好看 还不让人看了 你作为一个女人 怎么这么不要脸 好嘛 我走 别人说木鸡嘛 顾安然 难道我真的 解不掉了 陆先生 真是麻烦你照顾我们太太了 小孩闹了很久 傅少他终于答应 让她来见一面 把爱人弄成这样的人呢 抓到了吗 傅少已经处理了一个爱而尽了 不劳您费心 陆先生 你毕竟是前途光明的律师 还是我们傅少更方便些 也更解气些 你少在这里鬼玩木脚踩我 等安然醒来 自然知道她的选择 我们还是出去吧 让她好好静人一下 四燕哥哥 听说安然姐姐进医院了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 可儿 高中是为了救我 你是不是在医院也很难受 这都不重要了 四燕能换来你的真心 我已经很幸福了 下个月我们结婚吧 嗯 怎么这么逼啊 我记得以前 我记得以前 你钻我被窝的时候 像个火球似的 不可以 你现在醒着 一定觉得我很恶心 那么恶劣 现在在这假情假意的 只怕再靠近 我才发现 你手上有了简丝 安然 这五年很辛苦 而我却自私地觉得 因为你的离开 让我的心空了五年 我明明那么讨厌 逼我结婚 打扰我工作 吵我闹我 甚至 还不辞儿 你看 即使你没有意识 也能感受到功夫 所以我决定放过你 也放过我自己 我会跟可尔结婚的 你休想 安然为你付出这么多 你现在想着过你的好日子 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和你讲 一切的孽缘 终于结束了 这就是 我这八年的结局了吧 真是浪费 傅思燕你真够潇洒的 安然伤成那个样子 你居然要和那个小狐狸京结婚 这不就是他想要的 但凡你了解他五年是怎么过的 但凡你去了解一下他 你就会知道 他不可能那么轻易认输 什么意思 我不明白你们三年是怎么过的 但听他描述 他曾经那么爱你 五年之内没爱过任何一个男人 你觉得呢 别逗了 你不就是吗 我跟他是在饭店纠纷案认识的 他带着孩子 那个时候吃住都在饭店地下室 他压根就没钱打官司 什么意思 顾承在你们认识之前就在了 不然呢 你离开五年 顾承五岁 可是他说 傅思燕我一直以为你很聪明 结果这个时候说的话你居然相信了 你对他那么狠 他怎么可能说实话 最后我的欲望 我的喜怒无处归宿 我的爱求 我的嫉妒 帮他干啥 追逐 追逐 副少 你怎么来地下室了 孩子呢 哭了好久 刚哄睡着 我要妈咪给我做好吃的 妈咪我要吃东西 我想吃吃三明治 汉堡 好多好吃的食物 他离婚前就怀孕了 好你个顾安然啊 会装可怜的是吧 啊 你别这样 你有什么资格说不要 如果这孩子 是我大孩子 当时我那样说 他得有多痛苦 等孩子醒了 接他去房间睡 不用了 我一天好了 我可以自己来 真的是 你醒了呀 也不叫我 医生说下午 就可以转破红给房了 周燕太鬼了 我可以回家休息的 非用让傅思燕店啊 你怕什么 都是他害的你这样 这些也是他应该做的 他要结婚了 应该很快 就会把离婚协议签好 这个时候 我不想跟他 有任何不明的亲扯 那个时候你醒了 阿福 为什么呢 他那样的对我 我也是那样希望 能跟他离婚 可是知道了这一步 我还少了你 行了 你也别太伤心了 大坏蛋你 原来是妈咪的老公啊 那你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因为我 我睡过你睡过的晚风 你干嘛 我还没有进去看妈咪呢 回家 等你妈咪病好了 我们再来看她 家 小汽车 小汽车到这边 我们要回去维修 好快啊 郑助理 在这儿 富少 你说这跟养条狗有什么区别 呀 狗都没那么吵吧 车车加速 带下孩儿不吊毛 是维修 你给我安静点 富少 他哭起来会更吵 啊 小子 对不起 过来 我都说了我有名字 你是妈咪的老公 你应该叫我名字 好 固承 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 那我能骑高高吗 我的耐心只有五秒 大坏蛋妈咪都说了 别人的爸爸都会让小孩子骑高高 那你是我爸爸吗 我 你怎么在这儿啊 谁让你进来的 我 我一个人睡不着 睡不着就回去数羊数到一百 我已经数两百零一只羊了 啊 回去 让我躺一会儿就好 我不习惯跟小孩儿一起睡 睡得真快 富少 我把他抱走吧 不用 去做亲子鉴定 不要告诉任何人 是 啊 我要玩具 我要 我要奥特曼 我要爸爸妈妈爱 也希望我的爸爸也一直在我身旁 凡婚 这五年 你都是这样带着孩子过来了吗 四燕哥哥 好看吗 你喜欢就好 臭小子弄都一晚上没睡好 今晚必须要索闻 四燕 你看起来兴致不高 不期待和我结婚吗 期待 只是那小子昨晚太闹腾 没睡好 他怎么敢 是不是他自己跑到家里去吵你了 这个不安人 怎么管孩子的 不是 是我让他自己住家 你竟然把那个小野种 接到家里来住了 别这样称呼他 四燕 你竟然为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孩子凶我 抱歉 最近事多 问题肯定要延迟了 我要去公司开会 一会儿让陈叔叔送 四燕 四燕 我都摔倒了 你都不过来服务人家 四燕 你跟我等着 你身体刚好不要走那么快 万一又伤了呢 没事 天天躺床上 快发霉了 行吧 那你走慢点 阿风 阿风 这位是我朋友 你能不能去帮我们买点喝的 我跟他聊聊 可是你现在 没关系的 我来扶吧 那行 那我去附近买 郭安然 你都已经攀附到新的男人了 怎么还不放过四燕 你都要结婚了 还不满意吗 你还敢跟我提结婚 要不是那个小杂种现在天天住在傅家 四燕会退时和我结婚吗 这都是你的计谋 什么 怎么可能 郭安然 你别在这跟我装无辜了 你是不是已经告诉傅思燕那是她的孩子了 我看你是真不怕死 傅思燕 她为什么要把承承接出来 你们有没有对承承怎么样 你真不知道 我告诉你们顾可儿 我们之间的恩怨 跟承承没有任何关系 也没什么 就是平时让她完成你白天该完成的工作 平时没睡的时候呢 给我擦擦鞋什么的 对了 我还不让她跪下 讨我开心 郭安然 你敢打我 顾可儿 你怎么侮辱我都行 但是你要是敢伤害我儿子 我就跟你拼命 就拼你 郭安然 那个小杂种有吃有助 已经是要感谢上帝了 我要你现在就滚出四燕的生活 住手 顾可儿 终于见到你本人了 长得也不怎么样吗 你们这对狗男女 给我等着 你没事吧 我们来维修了 我们先检查一下 副手 求求你 不要动程程 任务完成 看来要带你去见你妈咪了 去见妈咪了 我们赶快走 妈咪 程程 你好多了吗 会不会疼 妈咪不疼 程程 你这几天干活累不累 膝盖疼不疼 妈咪你在说什么呢 你应该问的是我累不累 哄她睡觉困不困 不是 让她代替我工作 来哄你们开心吗 我开不开心不知道 她挺开心的 是真的吗 大坏蛋把我举高高 像别人的爸爸一样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不为什么 毕竟这次我过分了 我在这儿是不是让你不舒服了 真尴尬 我该怎么装作 那天没听到她说的话呢 那 我先出去吧 小子 等你妈你买完 赶紧出来听到没 别打扰人休息 你一直在 怎么不进去 我已经半方气了 过来监督一下 你有没有欺负她罢了 你也知道 我要结婚了 你不会的 你应该能猜到 关于顾成的话 是谁告诉爱人的 妈咪 你的老公是不是温柔多了 说什么呢 澄澄知道你们是一对的 大坏蛋经常带我在这里偷看你 顾安然 你非要逼我让我爸解决是吧 那就让你尝尝被亲人厌恶的滋味吧 爸 看什么呢 都是过去的一些照片罢了 我也想看 柯尔 你尝尝 爸爸毕竟养了安然十几年了 偶尔会想起她 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爸 你想起她的时候就不觉得亏欠我 想要对我更好点吗 你能不能搞搞清楚是谁抢了谁的家 柯尔 爸 如果您要是知道她现在在做什么 以您后面子的性格 你就不会再想起她了 我的爸爸 你什么意思啊 柯尔 你会在海中 正座城市一直忍着我 阿然 最近过得好吗 爸 我最近挺好的 在大企业上班呢 大家都对我不错 待遇也挺好的 那太好了 好久都没跟你联系了 你妈妈也想你 有时间的 回家来吃饭啊 好嘞 那个爸 我要去忙了 好的好的 那你先忙啊 照顾好自己 注意身体 好 爸爸先挂了 爸 你如果知道我现在是这副样子 一定会很失望吧 哎呦 可儿 怎么哭了呀 哎呦 我们可儿都是要当新娘子的人了 应该高兴才是 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喜欢谷安然 爸爸刚才还在看她的照片 却连思燕到现在都不肯和她离婚 凭什么 到底是凭什么 怎么会呢 我们是跟她有十几年的感情 但你是我怀胎十个月生下来的骨肉啊 再说了 你和思燕从高中的时候就互相喜欢 而且 她怎么会放弃你这么善良的姑娘 妈 那你会帮我吗 帮你 郭安然有傅思燕的孩子 现在她在医院 思燕马上就知道了 我必须快点和她结婚 你说什么 安然在医院 傅少 查到了 天使富佑那边的人说 本来太太是在他们那里待产的 后来来了个女人 他们抢走了太太的卡 还去晒太太的肚子 幸亏人阻拦 才没有造成更恶劣的结果 继续说 后来太太在那群人日夜胁迫下 不得不离开医院 再到那里的时候 就是已经快要生产的时候了 甚至因为营养不良早产 差点死在产床上 混账 照片给他们看过了吗 他们确认 当时带头进去的女人 就是顾可儿 顾小姐 我早知道她和表现出来的不一样 但我没想到她如此恶毒至极 傅少 难道 之前太太伤害顾小姐 也是顾小姐的 当年的救命之恩 我傅思燕已经还清了 我要让顾可儿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安然 真的是你 爸 爸 我来吧 怎么这么多茧子 小时候 狮子不沾阳春水 我和你妈 舍不得让你受一点苦 更别说让你做家务了 来 吃个橘子 谢谢爸 真甜 当年 可儿刚回来 为了平舆论 我不得不那么做 原以为 给足你钱就能幸福 现在看来 是我错了 这几年 你跟我描述的生活 跟你的经历 根本不是一回事 是爸爸不对 爸爸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爸 别这么说 我只是个养女 您的养鱼汁 报答都来不及 安然 现在没别人 现在没别人 你就告诉爸爸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吧 什么 没想到你这么多年 在外面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早知道 我不告诉你了 安然 你早该告诉我的 这副司业 怎么能这样对你 你离开他 他应该高兴才对呀 你一点钱都还不上吗 爸爸当初给你的那张卡 你怎么不拿出来用啊 那张卡 五年前就被人给偷了 被偷了 在哪偷的 有没有受伤 我找人去查 爸 不用了吧 那个 那些人手段歹毒 我爸他们知道了 会再来伤害我 爸爸 你要是知道 他们是顾客而带来的 你会更难做吧 好了 好了 你别担心 爸爸来想办法 一定会让你 过上正常的生活 谢谢爸 父上 国家家主来了 四燕 安然的事 我们谈谈吧 我认识你 你是妈妈 相片里看到的爷爷 你是安然的孩子 你是安然的孩子 安然怎么没告诉我 他还有个孩子 顾安然 你这时候 还在怕顾客而言识 抖落出来吗 怎么不为自己想想 那你的父亲是 还在鉴定 四燕 这里有五百万 是我替安然还你的 不用 四燕 我知道你不喜欢安然 和可儿 要结婚了 离婚协议 也马上要签了吧 但只有 你收下这五百万 我才放心 放心 放心什么 放心你们顾家 不会失去我这个富家女婿吧 当然不是 放心是 你让安然 做一个普通的女子 过她的生活 走 爸 你怎么知道 我不喜欢安然 您放心 很多事都怪尘埃落定了 以后不论什么样的生活 我保证 安然不会受苦 四燕 陈助理 送客 听不见的 顺眼 你没缘呢 陆听风 救命啊 你快来 好多了吗 今天啊 我带妈妈和可儿 一起来看你了 昨天 四燕保证过 会让你过上正常的生活 真的 阿然 这里是一些钱 还有一张卡 是可儿说补偿你的 拿好了 这次可别再被抢走了 既然是妹妹给的 那我就收下 安然 你这次伤得这么重 我和你爸都很担心 这里的医疗条件 也不是最好的 所以呢 我就和你爸商量 安排你出国去治疗 你觉得怎么样 妈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 担心我是真的 你们怕我在这儿 影响了傅思燕和顾可儿的婚礼 也是真的吧 顾安然 你本来就不应该在这儿 我能给你这些钱 已经对你很客气了 可儿 爸 你们放心 这次我会走得远远的 不会再回来 谁说你可以走啊 谁说你可以走 安然 你不看吗 我知道结果 顾安然 你竟然知道顾承是我的孩子 为什么不回来 不是你让顾可儿 让我来流产的吗 顾安然 你今天最好少说一句 不然我下手更重 顾安然 我并不知道你怀孕 我可以对天发誓 顾可儿做的所有的事 我都没有认可 他命令人伤害你 我也处理得干干净净 四燕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顾可儿陷害安然 伤害她 在安然待孕的时候 踢踹她的肚子 抢走她的钱 如此心狠手辣的呢 我绝对不会 娶她为妻子 四燕 可儿 她说的是真的 我没有 不是 四燕你胡说 爸你相信我 我没有 所以我跟顾可儿的婚约 不作数 我也报警 警察很快就会到 四燕 爸妈 四燕 放开我 你放开我 顾安然 你为什么要抢走 我所有的东西 为什么 顾可儿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我说过 我不欠你 你 四燕 当初你和她在一起 明知道是我的错 还处处站在我这边 为什么现在不行啊 当年你救过我 结婚的这三年 我对你的所有忍让 已经还清了 剩下的一辈子 我要跟着我的心 傅思言 原来你从来 就没有爱过我 顾安然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杀了你 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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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不幸福 你们谁也别想幸福 都跟我去死 四燕 终于救了你一次 你上次 也这么疼 等我 等我 四燕 一生 一生 四燕 如果还有遗憾 你醒了 怎么样 还疼不疼 不好意思啊 我怕你醒的时候 我还睡着 所以就 顾安然 你不用这么怕我 也不要着急跟我道歉 你是我妻子 可以跟我耍小脾气 真的 可以吗 你是不是就疯了 那是刀 你知不知道 当时刀尖离你心脏 就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你就死掉了 也是啊 这样你就守寡了 无所谓 反正我已经守了五年了 现在倒是变成了 活蹦乱跳 不知死活的顾安然呢 还不都是你这个王八蛋弄头 安然 对不起 确实应该对不起 我好不容易今天出院 你就给我续飞 不可以 满足你的好 安然 这边 坐 喝点什么 还没完先恢复 你沐水吧 好的 沙灯 今天最后请你的机会了 你不在乎一顿 你有没有我老公有钱 你好 请慢用 谢谢 看到你能这样开玩笑 我就放心了 阿峰 真的谢谢你 你别谢我 喜欢一个人 总要付出点感人的行动嘛 这一点 我还是不如傅思燕 所以 我赶快下风了 你不会不知道 他为了你处理了多少人吧 有云并有果吧 我也要变成一个 可以全力保护他人的人了 安然 以后有困难 还是可以找我 我可不希望 我有什么困难 能找到你这个大律师 可以是打官司啊 尤其是离婚官司 怎么样 今天还好吗 穿这么漂亮去见谁了 明知故问 你是不是让陈助理跟着我了呀 说聊什么了 是不是计划把我弄死 再拿着遗产双宿双飞啊 那不行 那得等你立了遗嘱 要我继承遗产才行 古安然 紫阳 伤口离开了吗 这是医院 请我老婆 管她是什么地方 那说明白没 说明白了 人家才没你这么小心眼 都怪你 长那么好看 不说话都够隐瞒 父少 这有几个 父少 我一会儿再找你 不 我打电话找你 妈咪 妈咪 程程 你怎么不欢迎我呀 妈咪 你回来了 大坏蛋是不是又想 把我们关在地下室 别看我 之前你确实这么做的 以后呢 那个房间就是你的了 但是你不能跟我一起睡了 因为我要跟你妈咪一起睡 你怎么能跟我妈咪一起睡呢 因为我是你妈咪的老公啊 是你的爸爸 天哪 我有 我有爸爸了 我有爸爸了 你说我儿子这么闹腾 像谁啊 反正不像我 你都已经伤成这样了 还有心思护着她 妈 要和安然继续生活 是我一个人的缺点 行了 之前 对于你怀孕 我说的那些话 是我的不对 这个 是我们傅家 给历代夫人的传家宝 你要保管好啊 之前呢 我一直都以为 我们家司宴 心仪的是顾可儿 是你破坏了他们的感情 再加上 她才是真正的顾家小姐 所以 之前一直都对你有意见 做了很多失礼的事 妈 顾可儿做的那些事情 我已经都知道了 之前是我误会了你 虽然 你现在 还没有办法让我做到完全满意 但是 既然我们司宴非你不可 再加上 你给我生了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孙孙 那就算了 我强调一下 我可是 为了我的小孙孙 我强调一下 我可是 为了我的小孙孙 小宝贝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顾成 嗯 记住啊 你爸爸姓傅 你叫 傅成 傅成 嗯 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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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然 谁让你成英雄的 灵然 还笑啊 还笑啊 有点痒 我说有点痒 你身上还有伤吗 那你主动啊 不行 等上文艳再说 一会儿太激烈 冲掉怎么办 等等 程程好像没睡呢 她在哪 妈咪我在这儿嘞 等等 怎么了 坐下来陪我 还像以前那样看我 谁叫你像以前一样好看 你再干扰我的话 我可要惩罚你啊 我觉得有必要教育一下我们儿子咬人的习惯 可疼啊 他又咬你了 他早上非说我昨晚欺负你 你羞羞羞脸还告我状 大坏蛋大坏蛋 我叫你告我状 臭小子 明天送你去上幼儿园 我不去我不去 你说不上就不上 我就要你去上 你就是个大坏蛋 我就不上 我大坏蛋 你也小坏蛋啊 我不上幼儿园 上不上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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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去 上不上 你就是个大坏蛋 不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我做梦都没想过 去不去 你不你有这样 挺感有趣的生活吗 我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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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